有个身体撞住就把对方劈出去了 一挡一套 再弄起来 就把对方撞出去 当对方的力量想 就把对方劈出去了 当对方的力量大 我们一劈上对方打就很快 就挂了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权力节目 今天呢 跟大家来一起沟通一下 为什么传统的内加拳 不主要让人去练力量 实际上 传统的内加拳 不反对练力量 因为在过去的老前辈 都有一个选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叫做选才 都选的是身高马大 力量很大的这种人 所以他不缺力量 另外呢 他不让大家练力量 是为了害怕大家 用出一个错误的力量反应 哪种东西的规范呢 现在我们结合一个事例来进行讲解一下 我们以一个亚洲的弓拳为例子 当我们打一个所谓的弓拳 对方挡住之后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 现代国籍的思路的话 我们抽不一 那么打第二拳 POP 抽不一 第三拳 POP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它会有中间一个时间差 那么我打 抽不一 再打 那么双部就像套招一样 它会有一个时间差 但是按照传统的一个要求呢 它不要去的这个 当对方挡住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的发力方式没有办法解决这种阻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抽不一样的另外一加 但是按照传统的一种发力方式呢 它是有办法解决的 特别等于对方阳首握住的时候 全身的力量压到这里的戈洞下 如果我们有现在这个握杠流的这种力量的方式 那么无疑是无法克制的 所以需要抽出来打第二下 但是呢 按照派遗传行李传来的启示的要求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受不及之后 怎么办 三催制 沉间追准 当对方这个角度压住 我的力量向上 他的手臂是平着 这样我们克服不了这个力量 但是随着我们胳膊凿不动 整个身体沉下去 那么我的 这个小臂和这个大臂 沿着形成一条直线 他是往下的 往下的力量 我们用往上的力量去克服他 就这样子把对方撞出去 所以呢 这是传统武术所要求的整劲 所以他要求整劲 实际上 为什么他就不让你练成力量 他害怕你养成这样的财 你受语之后 我就硬抵 那么没办法 这样是 对你的关节 狂验发不出的力量 因为他只能提供压住 但是呢 他训练的是 像代扎的核吟心 沉间追准 太地圈的启示 太地圈的启示 沉间追准 沉间追准 包括这个 各种的启示 都是要求沉间追准 包括我们战互联装 他要求的是 我们利用整体一个整劲 延长你发力的杠杆 让我们两个人 举个例子 我们打一个调打东拳的话 调打东拳 或者所谓的拳击的勾拳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勾拳的方法 那么我们需要 打一个勾拳 打一个改拳 勾 不错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方式去进行对方 但是如果按照内下去的杠杆的要求呢 对方一挡一套 再弄在那里 就把对方撞上去了 如果我们是发力的话 首先呢 第一它一个手都挡不住 如果它两个手都可以免住了 两个手都可以免住了 我们会把它提供跑过去 但是它如果一个手的这个前提下 那么它就很难挡住这个项 这个力量非常大 包括它只要是一顶 哎呦不错 包括它只要是一顶 我回挂 对方挂过去 它是这样的一种打击方式 刚刚说的是这个调打的风拳 下面呢 包括这个直拳也是 那么对方右下在前的时候 那么直拳 我们不让你这个样 同时不让你这个样 不仅仅不让你练二股肌 然后不让你练这个股股 股三股肌 三股肌 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个风拳的力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 现代国际的一种思路的话 那么当对方阁挡之后 我打一个前指之拳 再打一个后指之拳 当对方阁挡之后 啪 对方阁挡 那么我们需要用下一拳 再去打对方一两个阁挡 现在我们做一个快速动作 对方一两个阁挡 但是呢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拳的 这种动作要求的 当对方阁挡之后 我们继续地 出一个调整的崩拳 对方一挡 啪 继续地进去 一两个打击到对方 如果这是往上去阁挡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打一个压力的批 压力的崩拳 啪 压 啪 啪 打过去了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杠杆的 用力的结构 当我们受力之后 它不让你这一步去取身 不让你这一步去取身 不让你去断练五三组计 而是通过你整个命令 命令撞手 给它调开杠杆 这个时候我们的方法 用这个杠杆去 它是用你整个身体的杠杆 去做出力量 所以我们在平常训练 传统的拳法的时候 它不再讲述你用 这个连二组级 连三组级的 目的是让你快速的形成杠杆 但是当你的杠杆形成之后 你力量肯定是越大越好 当你的杠杆形成之后 当你站桩 具备了整智 站三组 具备了整智 之后 你整智具备了 纷身的杠杆具备了 力量越大越好 所以这是传统权的要求 所以传统权从来不比试练力量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力量是一定要练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练力量的方法 汤步 龙行 自重的练习 包括中国人摔跤的各种各种的带光 包括中国人摔跤的各种各种带光 包括刚才的东泽 包括各种各样的东泽 这样的自重性的训练方式去强化你的力量 包括到了后来 我们抖大枪 抖大枪解释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用你的整个身体去翻译 特别我们举一个例子 当对方双手握住我的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 抓握住人就没有办法 你这时候大小的一缺身 你已经解决不了这个力量 因为它的力量是直向的 我的手臂是横向的 正好处理直90度 90度我的力量安全是 抵抗住它两个手的力量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我们的批权的要求 你用身体去发力 而不是用这个站着去身顶路 那么我们这个站着去身顶路 那么我们这个站着去身没有作用了 那么我们用身体去发力 整个身体撞住了 就把对方批出去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我们所要求的 这样一种整劲的要求 到了这种情况下 那么当我们两个人发生实战的时候 发生实战的时候 第一 如果对方的力量小 隔一个 对隔一个 当对方的力量小 我们就这样批出去了 当对方的力量大 我们就批权 从挡住了 跨着就挂着 啪啪 大劲 所以呢 以上呢 是 所以我们这个 批权批权 批权为什么 批出之后还要再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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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对方带横起来 所以呢 以上是关于一切实戒成报 传统武术内架权不让你练 五三四七五五五六七 它还按理要是这里 局不一 但当你区别了整劲之后 你的力量会大得好 以上是我们的一个分析 欢迎关注 微信公众号 使用轻轻轻